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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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是應徵文書助理 但是他因為說人手不足的關係 所以先讓我去拍照 直到有一天我被他們對高機撞到 悶壓沒了 然後他們就把我撤下來 去變成包裝員 文書助理也不聊聊 他們請了別人 那時候就是很平常的掛袋子 站到機台上掛袋子 然後那個時候 東西下來了我就把那個 降服塗抹上去 結果那個時候我沒有 我沒有注意到司機把第一包 都載走了 那那邊的紅外線沒有感應到 於是他就後面就開始運作 要往前 然後我的腳就被卡進去 然後就被繳進去 然後也被那個1100公斤的東西 這樣子黏過去 還沒出事之前他們連安全線都沒有 那個防帶線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碰到他機台 就會全部停止運作 然後我被送醫院之後 他們直接加裝了安全線上去 隔天那個照片出來 他們就沒有被開發 因為就是判定說 我的操作有不當 然後他們安全措施都有做好 那個時候我正在辦出院手續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突然提到說 節制而已不嚴重啦 裝個抑制就能走了 你媽媽不是中風嗎 中風還能走路不錯 不然有一些人中風還多探長躺在床上 什麼什麼的 我聽到當下我是真的是 不知道該回什麼 我們在知道這個事情之後呢 那我們先跟縣服的老新書問說 他們當天有沒有依法進行通報 那老新書這邊初步的回應說 並沒有依法通報 同時現場他還把這個機器持續的運作 那後續也裝上安全線 導致後續來檢查的人發現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這個公安的問題 那後續這個公司 不只是員工酸言酸語 還有老闆娘的這些很不恰當的言論 讓當事人不只是身體受到傷害 心理也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那後續的調節 他們所拿出的這些誠意 對當事人所造成的傷害也是遠遠不及的 這個勞動者在這個工廠裡面 為你們這樣子辛苦賣力 然後受到這樣子傷害的時候 不要說一般人的這個社會上的這個 這個願意來協助提供幫助 廠商作為雇主負起最起碼責任 我相信這個是必要的 我們也會在這個法律責任上 包含有沒有形式上面的過世傷害 來做進一步的釐清 有民間的這個合作的慈善團體 我們都會盡快為他來申請一些相關的這個救助機制 然後來盡快的協助他 然後來脫離目前的這樣的一個困境 根本的問題可能還是必須要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不會是個案 那未來是不是可以明確的去防止這個職場上公共安全 這個職場安全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未來都會來監督我們的這個地方政府 那來針對這個地方來好好的來做加強跟檢討